安慰一個人罪 用你的短訊 用你的WhatsApp 用你的面書 抵罪官員 因為自由在香港已經受到很大很大的威嚇 一國兩制就快要倒閉 如果再不走出來就可以倒閉 今天是你幫 明天你和我都會有這樣的機會 被拉了上去 所以我們要走出來 正如現在周圍都是 捍衛一國兩制